4月9号 刚刚政治家网站Politico出了一篇访谈报道 他们在马克龙从中国回法国的飞机上 法国的空军一号飞机上 跟两名法国记者一起采访 面对面采访了马克龙本人 然后这里面透露出来一些很多的细节 最重要的就是关于台湾问题 马克龙在里面表现出了 就像我表情讲的 是不是要把台湾卖了 来换取在俄罗斯或者说在欧洲最关切的问题上 俄罗斯乌克兰问题上获取某种利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报道本身 顺便讲一下 我之前想要翻译马克龙跟习近平会谈以后 双方不是个新闻发布会 我们之前做过节目 习近平在会上表现得极不耐烦 我就很好奇马克龙到底说了什么 他说了15分钟 然后我找到那个视频和他的法语和英语的翻译 我本来想翻译的 后来翻了5分钟以后 我发现怪不得习近平会不耐烦 这哥们儿这个演讲里面 大量的都是一些跟不相关的问题 什么联合国海洋大会 气候大会 我查那个术语查得我累死了 最后决定我放弃了 我不翻了 也难怪习近平很不爽 在这篇的报道里面 它讲的是标题 是欧洲必须要抵制压力 抵制成为美国的追随者的压力 就是欧洲不要再成为美国的小弟了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这里面我们先把主要跟台湾有关的问题 就是我们相信我们会成为美国的跟从者 然后欧洲人现在需要回答的问题是 加速在台湾问题上 台湾的危机是不是符合我们的利益 注意 它这里面有一个省略号 在这个话里面很多地方有这个省略号 我先把这个交代一下 在这个杂志最后有这样一个声明 说我们法国总统办公室要求我们采访的 他们能够让总统接受采访的要求 你们必须要让我们审稿 然后你们必须要满足我们的 对你们稿件的要求 然后就是说他们对里面所讲的 所有关于总统的话 都是总统现场跟他们说的 他们没有去加入他们没有说的话 没有按照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总统办公室要求 要加入一些别的话 他们没有答应 但是这个话都是他们说的 那么还有一些话 因为对方要求 总统办公室要求删掉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像这个省略号的地方的话 就是已经删掉的 欧洲人需要回答的问题是 加速台海的危机是不是符合我们的利益 No 是不符合的 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我们在这个话题上 会成为一个追随者 然后只从两个方面 一个是美国的一些既定的方针 和中国的过度反应的里面 只能根据这两个东西来做出我们的回应 所以他觉得是很危险的 然后再往下 关于台湾问题 说马克龙跟习 他们在台湾问题上谈了很多很多 虽然我们在双方的记者招待会 以及现场记者的 两个人的会谈记者的报道里面 没看到说马克龙他和习近平谈了很多 但是现在说他们都谈了很多 这应该是马克龙自己讲的 打了一个引号 是由陪伴马克龙的法国的官员讲的 而马克龙本人在台湾问题上是比美国 甚至要比欧盟更加一个温和的立场 我们都知道 冯德莱恩在跟马克龙和习近平进行三番会谈以后 有一个会后的记者招待会 讲了台海问题稳定是最重要的 不希望任何一方以武力去改变台海现状 那么第二天 中国方面给的回应就是讲 是任何人 说任何人 任何人以为他们能够在台湾上影响中国政府的话 他们肯定是deluded 是有幻想了 是吧 马克龙似乎是同意这个观点 说欧洲不能够解决乌克兰的危机 我们怎么可能说在台湾问题上 是吧 注意下面这句话很重要 他说 watch out if you do something wrong we will be there 我们怎么可能在台湾上说 你如果做错事情了 我们也会去帮你 这句话的前因后果没有讲 但是我觉得意思就是讲 如果台湾政府做错了什么事情 我们是去不能帮台湾政府出这个头的 OK if you really want to increase tensions that's the way to do it 这个其实是有一点 怎么讲 就是恶人先告状的意思 意思就是讲 我不可能在台湾政府主动挑衅的情况下 我也去给他出头 是吧 这样是不行的 我们知道台海如果要发生战争的话 我个人倾向于应该不是台湾政府出现挑衅的行为 或者说大部分人认为是挑衅的行为 如果台湾政府真的是要强行宣布 我们改国号 中华民国改为台湾共和国的话 那我觉得是作死 我觉得这个毫无疑问 如果台湾真的有这边有集统的这些动作的话 我觉得这就是作死 我甚至觉得主张在台湾集统的人 或者说改变某种现状的人 那么就是在给中共递刀子 是吧 所以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 但是马克龙把这白纸黑字说出来了 就好像是这个事 我们现在对台湾做着任何的承诺 都是基于台湾人不管怎么闹 我们都会去帮他的 事实上压根不是这样 美国一直没有放弃台海的模糊政策 而美国在很多场合都说了 不愿意双方任何一方 任何一方包括台湾一方改变现状 其实就包含这个意思 台湾也不会做任何的事情 理性的人执政者也不会做任何事情 所以这边的确是有一点恶人先告状 OK 然后往下走 上面提到台湾问题 如果说两个强国 世界大国变成升温的话 我们就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源 去资助我们的strategic autonomy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战略自治 或者战略自主 我们就会成为附庸国 所有讲的这一切 就是基于欧洲战略自主这样一个概念 这个也是法国或者马克龙一直在推崇的 然后中方 中国在对欧洲外交的时候 不断在对各个国家推销这套 就是所谓的欧洲战略自决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长时间以来 就一直欧洲再有人讲了 这个概念就是什么 欧洲必须要摆脱美国的在军事上 政治上的一些 要有自己的自主权 是吧 但问题是 这个东西也挺有意思 其实美国一直希望欧洲能够战略自决 不但是拜登政府 川普政府 甚至再往前的可能奥巴马政府 这个我没有查 他们其实一直都希望你欧洲能够自主起来的 并没有人妨碍阻碍 就是不让你欧洲进行自决 但是什么叫自决 自主 就是你自己有能力 你不但要自己有自由 我想干什么干什么 你还有能力 你想干什么干什么 欧洲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 长期它的军事上也好 或者说地缘政治上也好 长期依赖于美国 或者是依赖于北约 所以我们知道欧洲国家 尤其是西欧国家都是很高福利的 高到有的时候 我虽然不是反对这种一定程度的社会福利 但是这些国家似乎进入了一个死循环 它的福利已经高到无以为继了 那更也没有钱去增加军费了 所以我们这次就看到 在对乌克兰的援助里面 美国战略打头 喊得最凶的可能是欧盟的 法国 德国 喊得比较凶有的时候 但是真正你最后一算账的话 法国的支援可能就排到第四还是第五 就所有国家里面排到第四或者第五 所以这些国家它其实是想自决 想自己主 我这儿有个很显单的例子 就是在2021年的这篇文章 当时这篇文章就有讲了 就是拜登团队希望欧洲盟友真正实现战略自治 然后就讲了 这个美国人讲的 说他们担心欧洲盟友无法再次承担更多责任 并为此付出代价 其实意思就是讲的 所有的你在欧盟开会 各国的国防部长都会同意说 需要在国防上花费更多 拥有更现化的精队 要加强军事建设 然后等他回到自己国内的议会去以后 又要跟议会提出来 然后大部分人都是失败的 事实上就是川普那几年在台上的时候 不断要求欧盟各个国家 你们要把军费的预算提到你的GDP的1% 至少要提到1% 这个目标在川普任内一直没有能实现 直到后来了 尤其是经过俄罗斯闹了一下 欧洲各国才有动力把它提到1% 我们可想而知 如果俄乌战争结束以后 欧洲各国又会往下走 因为你钱就这么多 你要么就从军费里省 要么就从老百姓的福利里省 是吧 那么按照西欧各国的政治的生态 它不可能从老百姓的福利里省出来 去建立军费的 所以所谓的欧洲战略自治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一个 就有点像小孩子 好像我们以前经常有一个梗 说一个人刚刚毕业 然后不过月薪才2000块钱 然后就经过了一段时间努力 就买了房 是吧 然后还没有岳父 很多人就讲 那你怎么做到的 因为他爸妈给他出了99% 他出了1% 就有点这个意思你知道吧 欧洲各国就我要自主 我要自由 但是自由自主是有代价的 他们不愿意付这个代价 这个其实上也是我个人在西方国 包括在澳大利亚 就是年轻的富裕 尤其是富裕阶层的小孩里面 经常看到的 整天喊着我要自由 我要人权 我要自己的选择 但是不愿意去承担任何 跟之有关的义务跟责任 这个其实就是所谓我们讲的白左或者左交 这个其实已经成了西方社会的一个通病了 OK 然后这里面其实也有意思 这个记者还专门问了他一下 他下面说 马克龙宣称说我们已经赢得了 为欧洲赢得了战略自决方面的意识形态战争 但是之前有问他 这有记者问他 说美国不是一直在给欧洲大陆提供安全保护吗 保证吗 所以说你们一直是强烈依赖于美国的国防的协助的 那么关于这个事你们是怎么说的 从二战以来一直是这样子的 你们怎么说 马克龙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说白了 这个问题就是堵着你的 你要战略自决 请问你有什么 你除了要自决以外 你还有什么具体的实施的动作吗 以及你现在为什么没自决 因为你要吃人家的喝人家的 你靠人家帮你看家护院 你怎么样去自己看家护院呢 不愿意回答 所以在整个这个文章里面 其实文章并不长 Politico这个记者也是尽可能做到了中立 在里面中立客观 但是你在这个文章里面就能看出来 欧洲现在的 其实以马克龙为代表的 至少他在这次采访里面所体现出来就是什么 长期以来的养尊处优 然后时间长了以后 觉得你不能再给我提供更多了 然后他会去找别人给他提供更多 感觉有点像就是所谓败家子 败家子他总觉得是靠自己的能力 除了能力以外的资本为零 靠自己能力 然后突然有一天爹妈不在了 爹妈或者说不愿意给他供给了 然后我这能力好像 他一直生信我是有能力的 是吧 我需要独立 那爹妈不给了 那我就去找别的 我就是找外面鞋带 就是有点这个意思 给人感觉这个意思 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 马克龙只是在飞机上说好话 除了这个话还有很多好话 特别中共喜欢听的好话 比如说这个 说他谈美国美元的所谓的 治外法权的这个问题 意思就是美元的霸权 就是中共一直讲到美元霸权问题 这个是特别对俄罗斯跟中共的胃口的 然后他还提到了 看看台欧问题 然后战略自觉的问题 基本上就是这些 我看看这个还有 我把它切成中文 他谈了就说 因为他走了以后 中国就立刻在台海举行了军事远席 然后飞机飞越中线是吧 私底下他表示 我很满意 北京等我走了以后才干 我在的时候人没干 所以怎么讲 体现出来一种 在这件事情上 体现出来一种特别超然的这种感觉 这个也没办法的 我觉得这是法国或者欧洲的整个生态决定的 就是有很多的欧洲人 上一届法国大选 如果你关注的话 你就知道有一个左翼的候选人 梅郎雄 梅郎雄就是坚决主张 说我们干嘛要去跟中共作对 我们台湾肯定是没有任何价值 放弃就放弃了 说得非常的直白 是吧 我们放弃一个台湾 然后跟中共长期的交流 不是挺好吗 是吧 中共再怎么闹 它就是在亚洲是一方的霸主 它再怎么闹 说白了就是亚洲人受苦 关我们啥事 梅郎雄好像是最后剩了三个候选人 他是第一个被淘汰的 所以梅郎雄所代表的就是 法国的左翼的一派人的观点 说白了就是我们自己过日子 过了好就行了 至于什么世界上 其他地方的公益什么东西的 我们就不管了 亚洲人的事情归亚洲人管 当然我们本国的人权 我们必须要重视的是吧 亚洲的人权就算了 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也符合我刚才讲 所谓这种败家词的 长期以来这种败家词的随方式 那么马克龙我相信 他这么表达 说这个话 他肯定是有很多的利益的诉求的 短期利益就是讲 他现在在法国国内的支持率非常低 27%我记得是 是在黄背心抗疫以来 2018年以来最低的 倒数第二低应该他说 然后这么低 必须要想办法获取其他支持 不然我做不下去了 然后所以说他在表这个态 肯定是很受工商界的喜欢的 工商界尤其是那些不涉密的 不涉及科技领域的 他们当然希望跟中国多多做生意 尤其是现在欧洲的经过疫情以后的 经济增长率非常低 1%以下 美国已经算好的了 欧洲是非常低的 这个时候他们也特别希望 中共又做出来一种很强烈的 这种我要重新开放的姿势 这个时候愿者上钩 很多人就会你这么说 就会迎合很多工商界人的诉求 然后还有很多反美的人的诉求 说白了就是 马克龙所在党派里面相当于 我估计按照我个人的经验 像他这样的党派里面也会有左翼的党派 OK 如果说勒庞是右翼的话 梅郎雄是左翼的话 那马克龙这个党肯定也有左翼的 有很多人是认同梅郎雄这方面的主张的 就是让他们亚洲人闹去 是吧 美国人让美国人去闹去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据说马克龙在跟习近平和弗德莱恩三方会谈以后 双方又密谈了4个小时 我相信这个密谈应该是在广州期间 或者说在从北京去广州期间密谈的4个小时 这个期间没有任何人在场 没有记者只有双方的翻译在场 那么这个4个小时里面谈了什么东西 我认为如果从一个 他的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看 他一定会谈在俄罗斯这个事上 你还能帮点我啥 你至少我得有所交代 我光过来给你抬轿子 我也是要承受很大压力的 马克龙这两天被骂得够惨了 包括欧洲的很多地方的人 就是意思是讲 你过去以后 你如果不能有一个实际性的进展的话 对于俄乌战争有什么实际性的进展的话 你就是给老习抬轿子去的 而你还带上了弗德莱恩一起去抬轿子 所以他其实也是压力很大的 这个时候你要给我点什么东西 所以后续我们就看 马克龙这一次有没有让中共觉得 你好乖 是吧 台湾问题也迎合我 美元霸权问题也迎合我 我得给你点什么东西 在俄罗斯问题上会不会有一个实质意义上的施压 的动作出来 我在翻译他们会后的 记者标的会后的马克龙讲话的时候 他里面记得我们提到有一点 就是说你也说了 你不希望俄乌战争发展战 核战争 俄罗斯现在在白俄罗斯部署核武器 这个是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但是他顺罪也提了一点 就是中共讲的 有核国家在国境外不得部署核武器 俄罗斯为什么在白俄罗斯部署核武器 他讲的正正有词 因为美国在欧洲有核武器 我为什么不能在白俄罗斯有核武器 所以马克龙这个点 他具体讲话里面说的也挺贼的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意思也是在指桑骂槐 在迎合俄罗斯这个观点 就是说美国在任何国家 当然包括美国了 在他的自己国家境外不能有核武器 也就意味着美国你应该把欧洲的核武器撤走 那么我相信这个话可能也听到老习的心坎里去了 是吧 但是在这个方面 中国有没有可能向俄罗斯做一点施压 让他有所改变 然后让马克龙可以有资本奖 你看看 我没白续是吧 还是解决问题的 然后能够进一步的让欧洲的很多支持说 不要我们在台湾级在印太 我们不要掺和 我们就管好我们欧洲自己的事情 是吧 继续让美国人给我们看家后院 然后让美国人自己闹去 然后让这波人在欧洲欧盟里面 然后意见占据上风 有没有可能这种操作 如果说 我们还是那句话 按照一个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讲 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 相对的一个比较自然的结果 跟大家互动一下 抱歉 我现在不怎么 因为这两天事情比较多 然后我就不怎么直播了 今天刚刚看到这个新闻 难得上来给大家直播一下 法国这个民族其实真的很有意思 其实我翻一下老黄历 以前我在初中的时候 特别喜欢看法国的小说 法国的作品 我记得我当时看了 基本上所有的法国出名的小说家的作品 翻译的过来的我都看过了 然后到了高中以后 慢慢开始接触一些像狄更斯 英国的作品以后 我就看看 我从法国的浪漫主义里面 就慢慢拔出来了 但是我最早跟法国交集 在初中的时候读法国的一些名著 但是我后来越来越觉得法国这民族 我其实有点看不太明白 有可能是我对于英国美国 这块了解的比较多 我觉得法国好奇怪 不管它审美方面 还是从思维方式方面 还是从等等做事的方式方面 你说它这个国家 怎么讲呢 它是一个长期的 有这种大帝国情怀的国家 但是它又是一个民主的发源地 然后它自己本国的人 又对于自己国家的权利 有点伸张的 真的有点过了 有点把权力的意识 就像我前面讲的权力的意识 远远大于责任跟义务的意识 但是如果说这样一个社会的话 它是不可持续的 但是法国社会依然可持续 然后持续的还挺不错 是吧 然后它自己在科技上等等方面 这个也特别的能干 特别的能干 就是一方面你总觉得 这样的国家 它是不能够孕育吃更多的东西来的 但是一方面你又能够看 它不太孕育吃更多东西来 同时在外交的领域上面 上次我没讲过 戴高楼那个时候 就是第一个跟中共建交的 但事实上它也客观上促成了 中国跟苏联的双方进一步的交恶 然后最后也促成了中国跟苏联 就慢慢地风道扬镳 导致最后苏联没有办法跟中国形成合力 但是戴高楼主义和很多这种 它当时的 你去看它当时 它其实对当时美国的很多的左派的思潮 也有很大的一个促进 似乎是一种非常孤立主义的 非常自私的 非常没有任何 怎么讲呢 就是没有任何普世价值观念的 这样一种思想体系 这样一种外交政策 非常奇葩 我对法国不是很了解 抱歉 我对法国不是很了解 我一直对法国觉得 这个国家真的是个谜 太谜了这样的国家 有的时候我会觉得 它就是西方的整个社会的一个 怎么讲呢 一个附庸 就是一个大胜分车的 但是有的时候又觉得 这个国家所印含的一些巨大的能量 甚至它在思想上 甚至在思想上 它的确能够提供一些非常强大的多样性 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而且还是有用的地方 就是经过时间以后 你发现这哥们之前想的东西 还真是有那么一点先见之明 所以西方世界 西方的文艺复兴以来 很多新的理念 最早都是在法国诞生的 你不可否认 当然有的东西后来就变味了 但是有东西 比如说像民主这样的观念 就是在美国得以 经过矫正了以后 得以发扬光大 充分制约了以后 但是它往往能够先 很多人想出一些 不管在哲学上 还是在政治领域上 想出一些比别人更先的理念 但这个理念肯定是生肉 你生肉吃的你要拉肚子的是吧 你必须要经过其他的人 去对它重新加工以后 才能成为美味佳肴 法国就是这样很矛盾的 抱歉 我今天就算是把我长期以来 对法国的非常的不解的东西 现在给发泄一下 对 法国在核电等等 你想空中 你就想空中客车 Airbus 就是一个国家 你要想做出自己的航空产业来 你需要有非常完善的科技 然后工程 各种配套 这个我们都知道的 就是多难 法国以它这样一个几千万人口的国家 它就能做出这样一个 跟波音能够风停抗礼的 这样一个公司出来 而且空客的事故率 其实还是挺低的 我感觉 我印象里面 所以这就是比如说我无法想象的 法国这样的国家 外在看来它是不可持续的 但它怎么能做到这样的高度 我知道法国现在因为退休的年龄问题 他们退休性改革问题 就在大规国抗议 所以这个也是它很大的一个诱因 因为可能世界各国都遇到这样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以后 你的养老金制度 甚至你的医疗保险制度 都无法 都不可持续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寻找让它能够持续下去的办法 那么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彻底改革 就是能够让这个体系变得更可持续 那么最坏的办法就是什么 寻找新的资金来源 这个资金来源如果 本管它来自什么独裁国家 我管它去 是吗 独裁国家的人受苦的是独裁国家的事情 是吧 我们只需要我们本国的人 能够继续地过日子就好了 所以像这种思维方式 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民主的 或者说民粹的一种思维方式 所以一定程度上民主也好 或者说因为民主有很多形式 有的国家的民主制度 如果它不加以完善的话 的确会走入这样一个孤立主义的误区 就是我只要管我自己过日子了 别人的钱脏的那不管 我只要能够有钱赚 到我这就是干净钱 所以这个没办法的 我觉得是没办法 这个只有到这种 而且你很难 就叫我们前面举个例子 如果一个人是败家子的话 败家子它是很难忠心的 你找不到太多的人像储庄王 应该储庄王 说糜烂了很长时间 然后突然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的 很难的 绝大部分败家子 是必须要么你就是彻底的堕落了 要么你就是经历大起大落以后 然后顿务的 所以这也是民主社会 自由民主社会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有的时候你得要 当你顺风顺水的时候 可能大家都你好我好大家好 但是当你逐渐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时候 你要想拔出来 这个时候得依靠一些偶然的因素 我个人觉得 要不然你就必须要经历某种阵痛 当然这种阵痛跟独裁体制 它那种阵痛还是不是一个级别的 所以可以说这是人性的某种共通的地方 OK 当它在顺风顺水的时候 我们在套用那句话 由奢入简易 由简入奢难 所有人都有这种思维的惯性 都有这种拔不出来的时候 那么就看法国这样的国家 或者说西方社会 有没有可能有这种政治家也好 或者说政治理论也好 能不能在这方面有所创新 能够拔得出来 拔不出来的话 这个世界就可能会陷入像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覆灭以后的中世纪的时代 是吧 好 我们去年一两年以前 我们曾讨论这个话题 西方现在是不是处于罗马帝国的末期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 这个我们就在这不聊了 我看再简单再跟大家互动一下 法国的隐性种族其实很严重 法国的右派援起激进共和派 主张社会主义 然后共产党崛起后逐渐右转 不过还有左翼思想的存在 我对法国政治不是很了解 所以你说这些 我也不知道马克龙到底是哪个党派的 欧盟其实就靠法国和德国 戴高乐主义最主要的一个核心观点 就是戴高乐这个人他不相信国际组织 他只相信这个东西就是大国之间的博弈 戴高乐一直是这个想法 所以戴高乐主义 其实他其实是反威尔逊主义的 威尔逊主义就是建立一套基于国际组织的秩序 戴高乐是反威尔逊主义的 当时跟他一起的应该是尼克松 对 应该是尼克松 尼克松也是反威尔逊主义的 他们相信大国外交 其实就有点像川普那样子的 就是我不跟你大家三边多边 我们就是双边 就是我只要我自己带好头 我自己恰好我的战略意义 然后我捍卫我的价值观 而不是说纠结一群小弟 大家一起来捍卫价值观 那么至于这两个主义到底哪一个正确 我觉得很难讲 其实现在的国际秩序也不再是威尔逊主义了 也是这种双边和多边结合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法国如果说在这个时候脱离队伍的话 美国现在主导这个秩序 欧洲各国跟从美国 如果脱离这个秩序 或者打破这个所谓跨大西洋主义 就是欧洲和美国联合 在所有事务上共进退的话 我觉得它要冒其实要很大的风险 而且要冒比戴高乐那个时候 退出北约更大的风险 说到这个 我接着看一个报道里面有看到过 法国有可能是在报三年以前的一箭之仇 就是什么 当时澳大利亚 英国跟美国突然宣布成立奥克斯三国同盟 然后澳大利亚的跟法国签订的几百亿澳元的 这样一个潜艇合同就没了 是吧 最后赔了5亿 好像是5亿多澳元 法国当时就很着急 然后跟澳大利亚差不多 已经双方关系已经冷到不能再冷了 我总感觉法国迟早会报这个仇的 现在至少是马克龙本人 因为当时这个东西合同费导 对马克龙本人的政治上的利益打击是很大的 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马克龙抱一箭之仇的时候 我们还要后续观察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 如果中共能够给出让欧洲满意的 比如说在俄罗斯和乌克兰问题上起到这个作用的话 那么或许他能够达成自己的目的 就是离间欧洲美国 但是你觉得中国能够给出这样东西吗 我个人真的表示怀疑 我个人真的表示 中国能够逼迫俄罗斯去在乌克兰的国际上让步 撤出乌克兰现有领土 尤其是现在俄乌 现在打的乌克兰现在不断的往俄罗斯往前推进 据说可能在几个月以后 顺利的话可能会推进到2014年 俄罗斯跟乌克兰双方分界线那个地方去 相当于是俄罗斯白打了 如果是以这个情况发展的话 而在此之间 美国的情报机关肯定会紧紧盯着中共 说你不能给俄罗斯提供武器 是吧 按照这个发展下去的话 中共需要对俄罗斯示意何等的压力 才能确保俄罗斯能够撤出 而且其实美国 包括我记得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曾经提到过 已经考虑对俄罗斯最好要实行什么呢 政权更替 就是普京你不能在台上了 你要让欧洲放心说俄罗斯可能长期以后 以后不会再成为欧洲的安全的隐患了 至少你得把普京换掉 对吧 那么意味着中共在俄罗斯问题上 不但要让俄罗斯撤军 可能还要让俄罗斯的国内政局发生变化 我个人怀疑 他能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就凭他过去一个月左右在俄乌战争 访问俄罗斯什么样子的各种各样做动作来看 我怀疑他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所以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马克龙不管是什么样子 只是给你抬了个轿子而已 不会起到任何的实际的作用 而你如果说是逼迫俄罗斯的话 你自己也必须要冒一些一定的风险 就是俄罗斯觉得 你背后捅我刀子 我去跟别人 在刚才的报道里面也提到了 说习近平表现得非常恼火的是什么 就是说你们怎么老是觉得乌克兰这个事是我的事 我跟乌克兰 跟俄罗斯不是我的事 你们来找我 老是找我干啥 就是有点这个情绪在里面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台湾问题 说你们别 台湾问题不是你们事 你们来扯什么 他压根没有意识到 或者说他至少 他有可能是故意这么表现出来 表现得恼火 这是外交领域的一个 我们假设讲习近平是有这个能力的 故意表现出来恼火 然后让对方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对方产生某种心理的压力 或者心理的暗示 但是根据我们的了解 我觉得老习应该不会有这个演技 他就是真情地表达 他就觉得乌克兰的事是你们的事 台湾是我的事 这两个人扯到哪去了 是吧 但问题是这两个事现在就是联系在一起了 你就是不想在 那么作为你在俄乌战争里面一个受益方 是吧 加上美国不断地地情报 中国给他送情报 给我送武器了 给俄罗送武器了 不断上眼药 你想把它分开也是分不开的 所以关键的一切一切还是在于这一点 乌克兰问题怎么解决 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有一些 如果说中国方面能够提出来一个 既能够让俄罗斯能够消除欧洲的担忧 对于俄罗斯长期的担忧 同时又能够让俄罗斯方面跟中共不闹翻的方案的话 那么或许就能够完美地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方案我是想不出来了 如果有人能够想出这样的方案 或者说我们看中共能不能想出这样的方案出来 我觉得这个也是天才 好 那就这样了 不好意思 时间比较长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下一次我们再见 拜拜